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发表出来 而我现在只有录音 我录音我回放了一下 语言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听过了也就完了 但是逻辑性 推理性 重复性比较差 我今天在以论文的形式 口出论文的 口出笔伐论文的形式 法律论文 法律论文第一个它要求选题 大家记住 第一个是选题 第二个是证据和资料 提供的证据和资料 第三个是要结构 你这个法律结构是什么 比如说我提出的 不是一国两制 这个已经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了 就是一国两制 邓小平说的 这个人民满意不满意 这个结构合不合适 一国两制在台湾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我就这里 我暂时不去批划 我提出的是重新通国 法统台湾 然后呢 重新包装 就是台湾关系法 六项保证 这是和美国谈的 达成一致 有效接收 这叫解构 这叫解构 解构中美关系 然后解构联合国 解构联合国 县章和2758号节育的关系 解构 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台湾 它是一个省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解构 台湾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两岸和平的出路在什么 解构 解构什么呢 解构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会主席习近平 他的一个 国家主席的权利 职权法来解构这个职权法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还有一个 2021年完成任务的必要性 然后你连任 2020年你完成了统一大业 初步达成一个协议 以后治理台湾的时候 还需要你连任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这个框架基础上 重新再直选 在全中国 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 当然那时候也可能不是2300万 也可能是50万 或者是60万 或者是100万 或者是不管是多少了 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人民来选举你做 第三届 就是第三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主席 然后你还可以再做一届 就第四届 这样子 你看 刚才你现在的年龄 再做两届 就是十年 也就差不多了 那你也该把这个权力交出来 让你后面的长江后浪 推前浪 江山带有残人出 那后来的这个基盘人来治理台湾 治理国家 治理天下 你要相信后来者居上 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加聪明 而我们现在 习近平昨天在发表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传败 在政协会议上 跟政协会发表的一篇讲话 也很重要 这个讲话提出了两点 一个是港澳地区继续实行一国两制 然后还有十年 二十年 还没有 现在是二十年了 还有二十年才能够结束 这个二十年当中 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 如何来 使这个收尾 收官 第三 今年是习近平第二个任期收官之年 所以必须完成这个时效性 这个任务的紧迫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大家看取信移民 你必须今年完成 发统裁判这个 完成这个统一 国家必须统一这个任务 你说国家必须统一 国家一定能够统一 那么 怎么样的来证明呢 那现在 现在这个 现在的军机导臺 这是一个前进的集结号 这就说明 中国台湾省的主权 还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中 这就已经是对全世界宣誓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有决心 有能力 能完成实现 祖国这个 法律统一合法化 法统台湾 武力是说呢 涉意作为保证的 执行法律的一个坚强的保证 就像国家的权力 它是要用专政机关来保证的 国家武警啊 养着军队啊 这个是暂时国家主权的一个象征 然后呢 达到 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接受 我们就采用军事行动 因为战争现在还没有结束 现在还处于 两人还处于战争状态 那么第一 最后达到 以法统目的开始 这个安民告示 然后武力展示 武力示警 这个就像民枪示警一样 然后呢 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和平统一一个 然后一个和平治理 和平治理我们就给出路 这一部分啊 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啊 这个这个就尊重他的这个这个选择 他不愿意做中国人的 他 啊 允许他就 这个 违缘去欲 违从去去 允许他走 这个走 这个走就是东渡扶桑 就像这个 这个中原大战的时候 逐渡中原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私游 还有这个印第安人啊 然后东渡 东渡扶桑到 南美 南美 北美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给出路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 就整个这个结构 我们叫做方法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个什么呢 途径 然后 社会责任 就是我们对这些啊 对 愿意做中国人的台湾人啊 有一个责任 就是帮助这个 中国大陆来组建这个 将来共建家园 台湾这个家园 美好家园 而且土地要实行一个 就是整个国家的一体化 就是国家一体化 因为我们将来要面临的一个 第五 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第五次工业革命 那么就需要一个打破这种 那个小小农经济啊 就是化地为牢啊 就是那个那个 挑挑框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大陆在 解放初期啊 这个实行了公有化 生产队啊 集体所有制 那么台湾现在没有这个过程 台湾的土地私有化 所以说它呢 更则有其田 那么现在呢 就去土地改革 土地这个 正好这个国家统一的时候 就完成一个土地改革 产权登记 因为中华改了嘛 改造换代了嘛 就需要 需要有这么一个革命 这叫做啊 这叫做生产周期 就看来见的手 来完成一个 一个生产 生产资料的一个改造啊 生产资料改造呢 就是可以解放生产关系啊 解放 重新解放生产力啊 我们可以 使这个台湾呢 也能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革命工业的浪潮 这就是我的一个 一个整个一个 七个要素 这 然后我写成文 然后把它写成论 法律论文 然后给提出来 但是我现在把它口头上 用语言来把它给大家 给大家简单的串一下 因为 我们为什么四十年 没有把这个台湾问题解决 从这个二七五八二结局 1971年 那个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那个 这个 这个提出二十二七五八二结局 就是 联合国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这是第一句话 联合国回顾 这句话是表示什么 表示回顾联合国宪章 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的 国号 国家形象 完整的国家领土 包括了我跟你说 海上班 包括外蒙古 包括乌兹别克 叫做 国际叫做乌兹国 后来叫做乌兹别克斯坦 这是因为 在二战当中 苏联占有了中国的 这个 一些土地 这个因为 当时叫社会主义阵营 也不好意思 中国也没有那个实力 把它给拿回来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将来 我们把这个历史宣布 这个东西 土地 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 至于你这些人 任意回来 或者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都欢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是宣布这个 主权 宣布这个仪式 但这一代人解决不了 下一代可能会解决 逐渐的 你中国强大了以后 我们再逐步的解决 嗯 别人的土地 我们也不要 那么 那么就考虑到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合法权益 对于维护联合国县当 这就是 对于恢复中华民国的国号 啊 以及联合国组织内 县当所 必须从事的事业 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个时间呢 有一个什么原则呢 这个有一个原则 联合国这个应该意识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 这是共存的 两个 概念 不同的概念 啊 啊 这个考虑到 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必须考虑到 这一个 不容争辩的事实 而不应该要求 联合国在两者之间 做出 啊 对此极比的选择 我们不能说 否定的 就中华民国 就 才成立的中华 中华民国 这个 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 啊 1945年 在联合国 签字的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民国是国家 Nation 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毛泽东宣布的是 中华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 1949年 这是这么一个宣布 一个是政府 也就是法人代表 一个是国家 Nation 一个是Garment 对吧 这是一个宪法归应的权责 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而这个 谁在混淆这个两个概念呢 第一个 我们大陆的很多同胞 包括李毅 还有包括一些 包括一些在国台办的一些 一些谈研所的一些专家 学者 包括什么乔梁之类 还有一些等等一些 那个 把那个 那个夏明大学的 那个谈研所的 那个李鹏院长 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 包括我们这个 政协的很大的 多数的民主政党 都没有搞清楚 这个关系 这个概念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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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丝一笔的逻辑概念 就合二为一 这个逻辑概念 没有搞清楚 所以 临门一脚 还欠功夫 包括昨天的 这个 这个讲座 这个 这个 习近平同志 这个 强调的 强调的 在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九二共识 是 国共两党 就一个中国的问题 达成了一个 口头的协议 口头协议 它有一致的部分 就是讲清楚了 是一个中国 但是 国民党坚持的是 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大陆坚持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 唯一合法在国 两个不矛盾 但是没有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这个国号的 这个 全部主权 这就清楚了 中国 中国为什么 避免去谈中华民国 就是因为 它讲不清楚 从毛泽东 1949年成立的时候 叫建国大典 就没讲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另立一个新国家 而是成立一个新政府 这个 new government 不是一个new nation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 就是孙中山 十业革命 还有这个民主革命 还有法治革命的一个延续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不清晰 模糊 在这个模糊当中呢 想要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这个不确定当中 找到确定 结果 叫民不正 所以言不顺 言不顺 这事不成 事不成 这个这个这个 就没办成 心不服 这个台湾就心不服 所以我大海在这里 就是 我是1974年 大年初一 也就是过年的时候 1974年 那时候我26岁 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说 中国啊 现在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是台湾人 同时呢 解放台湾必须要有 这个足够的国民经济 这个经济实力 作为保证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现在文化大革命 已经十年了 1974年 已经将近十年了 那么经济呢 还存在着 跟台湾相比 生产力还存在很大差距 只有先进生产力啊 人家才能服务 你如果现在 我们的过海的力量 军事力量 经济力量 都 不尽人意 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我们有四大 强盗了四大民主 大民主 大字报 大编断 毛泰大革命 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民主的 民主 这个民主运动的先河 但是 解决台湾问题 不是靠民主 不是靠 而是靠法治 不是靠军力 而是靠你这个 国际的这个 政治的影响力 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软实力 和国家的法治的力量 还不如 就是还不尽人意 还没有达到 这个社会的共识 就是 就是在国际的共识 还没有达到 1974年 虽然我们那时候 加入了联合国 但是我们的这个 联合国就是席位上的 我们的很多问题 还是对于法律 还是小学生 进入联合国之后 我们对联合国的章程 联合国的制度的建立 把领会的权力 还有这个权力配置 我们还是一个 刚刚入门的小学生 因为原来我们没有掌握这个 当时在解放初期 我们和联合国还打了一仗 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联合国 就是抱有一定的成见 对这个问题的组织 这个概念 管它什么是联合国 不联合国 对吧 我们那时候还 采取一个否定的 完全否定的一个态度 我们今天就是说 否定一切 就等于完全否定了 我们自己 你否定了 你完全否定了 中华民国 也就否定了 我们自己的 一个成全旗号的 这个民主革命 民主共和的一个前奏 这些孙中山也好 岩父也好 都是这个 我们都是他们的学生 所以说 这个问题上 必须现在 必须解决 不清 我是很清楚的 包括这个过程 谈判的过程 这个美国 这个在这个联合国 这个卡特也好 这个 还有周苏凯也好 在这个联合国当中的 这个书信访谈 在这里都写得很清楚 怎么样的讨论着 联合国这个法律地位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以什么身份 进入代表的 中国这个习位 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 就是这个条约上 就是没有废除 中华民国 这个联合国宪章 就没有废除 联合国宪章23条 所以说 这叫 回顾联合国宪章原则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合法权利 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 就是中华民国 是中国的国号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代表 是 在联合国组织中的 组织中的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代表 这个话 他有些话呢 当中给吞进去了 这叫潜台词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代表 为中国在联合国 唯一合法的代表 就是在中国 在联合国的 那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蒋介石的代表 周苏凯 他还打着中华民国代表 这个旗号 他还当 就在当天 他还想要以 双重代表权的身份 来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时候 经过大会的讨论 26年年联大讨论 否定了 蒋介石的代表 并且叫他 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 从联合国组织 及其所处一切机构中 非法占有的席位中 驱逐出去 驱逐呢 就是get out 就是从此 你不再有资格 就台湾省 中华民国台湾省 不再有资格 在一个主权国家 在联合国这个 主权国家的会员 大家庭当中 你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今天 在世界卫生组织也好 今天的 你这个 争取入联也好 美国在后面 那个鼓哨 那个联合国大使 去访问台湾也好 这都是违法违宪的 所以这个东西 概念没有讲清楚 中国关键是 中国的法人 中华人民共和政府 没有把这个概念讲清楚 没有把这个责任讲明白 明明白白的告诉 14亿中国人民 和2300万台湾人民 所以他说 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 所以李登辉就见着这个 见着这个机会 钻了大陆的一个软肋 用法律的软肋 就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这是两个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两国论 但是两国论怎么样 它在揭穿这个单 没有 在理论上来讲 概念上来讲 没有讲清楚 因为回避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是什么 People is the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 那美国这个 美国的宣章 有三句话 这个国家 美利坚合同国建立的基础是什么 with the people 所以中国来讲 提出一个人民的中华民国 这个概念也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的 这个叫做第二共和 第二共和就是 People is the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在这一点上 美国是清楚的 但是它故意给你挖个陷阱 然后我们今天来谈 再补充一下 我这个时间有限 凡是欲则利不欲则废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就是我要跟谁来谈 跟美国来谈 当然不是跟中华民国台湾省的省的 民选代表来谈 就像为什么呢 我六四运动来讲 我赵紫阳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王丹 王丹和沃尔开西他们谈 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不应该 所以我的国家主席 跟你去对话 就民选代表去对话 这是一个坑 因为民选代表它是一个极端的 一个冲动的一个现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 你看这个如果在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1月6号这个事件当中 有没有明显代表出来调和头和那个和 那个议党佩雷西或者跟那个那个副总统 佩斯来进行对话 他不跟你对话 因为从这个法律上来讲 不存在这个 这个你这个民 这个民民人分子 跟直接跟那个总统 或者副总统来对话 什么一个一个一个制度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设置 没有这个职能 虽然我可以跟你谈心了解情况 但是你这种就是说 这种谈话 你要这个要挟 这个是你可以用书面的形式 走法律程序 走法律程序来表达 而不是在这个让一红而上 这种一红而上呢 在无序的情况下 是谈不出任何结果来的 所以说这种呢 民主运动呢 这就是一个陷阱 这个1月6号 这个民主这个冲击国贵山呢 就是被设计出来的 被谁设计的 被一党佩雷斯 就民主党的佩雷斯 还有被共和党的 特朗普总统 他这边煽动 这边民众 在这里呢 民众是戴罪的羔羊 是不明真相的羔羊 所以说呢 这里讲民可使知之 不可使游知 中国的历史 就是说民不可以以律史 而可以从乐成 这就是一个 我就讲了 今天就讲了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就叫西门豹治水 西门豹治水 就是那个 就是巫婆 他要把每年 就要把一个 选一个美女 最漂亮的美女 跟那个地方官员就勾结起来 把她扔到河里去 就给那个河神去上工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解决 解决那个 解决那个水患的问题了 结果每天都如此 那天 然后就 那个西门豹就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你哪天去 我带着人去 我带着人去给你 我去看你和河神怎么对话 这个说 这个巫婆呢 就像蔡英文一样 蔡英文就是煽动 这么给2300万 一个台湾人民 煽动了这么一个 讲了这么一个 中国 而台湾不是中国的这么一个 编了这么一个 明天大谎 自欺欺人的明天大谎 又在边 这个台湾人呢 不是中国人 就是了 就等于说 我现在这个 让这个美女呢 嫁给河神呢 就可以使这个水患 就什么了 就平息了 然后 西门豹就把这个巫婆 你去告诉一下 告诉一下那个河神 说这个姑娘 今年涨的不漂亮 要明年再给你 或者 再另外再选一个 再给你 你看你怎么样 然后 然后这个巫婆就 就把巫婆 五花大盘给扔到河里去了 这巫婆当然是没有回来了 那些那些信徒 那些就像民进党 那个苏贞昌啊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陈时中啊 一样的信徒 还在那 还在那 鼓涨 还在那 然后西门豹 就把他们 一个一个给他 扔到河里去了 这个其他的 其他的民进党 也好 其他人就吓着着土灰 磕头磕脑 土灰 灰头出脸 然后就跟着说 哎呀 我们承认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我们是中国人啊 等等 然后这个问题 后来后来呢 这个就叫苏陶 西门豹就修了十二条水渠 这个水就把这个水水害就变成了水利 然后这个地方就这个风水折天 就是就是把这个水害变成了水利 我们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未来要建设台湾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要把台独搞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台湾不是中国的 然后这个就把这个整个台湾的堡垒化 我们把它将来给它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台湾 然后共建美好家园 不要说什么地震的 就是天塌下来 也有那个十四亿中国人民一起顶着 所以说也就是任何 就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 其他的国家不能够插走这个台湾的主权 这就是中国 你谭谭政政的如果站起来是中国 你就要要有人民解放军 人民空军 人民海军进驻台湾 那些邓小平说的话 要允许台湾驻军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 实践的检验呢 检验政理这个唯一标准 所以台湾千万不要再提一国两制 我对台湾提 否定一国两制是1998年 给江泽民写信的时候 1995年跟江泽民打了一声招呼 因为江泽民是我父亲的同事 东北集结局的同事 我父亲后来有到一级部去 这个协助这个搞这个全国的质量管理 所以我父亲是建设中国的一个工程 就新中国的就像那个台湾的孙信泉一样 所有东北的那个国有企业的 我父亲是副科长 副科长是相当于什么 因为科长呢一定是共产党 我父亲是国民党 这边起义过来的 所以呢就叫能够使用 就在这个监督使用 因为在东北集结局这个进国出去的表现 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即使说给我父亲打算了特务 新年第一号特务特嫌 然后给蒋介石开车 等等一系列的很大的罪名 我父亲没有死 我父亲活过来 知道改革开放的时候 一九改革开放哪一天 然后就 蒋介石开车上来那一天 八九运动以后 我父亲从西南的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的场况 然后直接调到中央一级部 去负责全国的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 所以后来我父亲在最后退休的时候 他自己厂长的名义 联系在西安 国家给买的房子 所以我们后来的善始善终 就是说 但是我父亲本来想写一本书 但是他后来想了 这个事情成就别人 就自己就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 就不写了 那么我呢 就把这个历史给揭露出来了 我一九七十年 我在给 我在给毛泽东写信的时候 我的父亲还没有解放呢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十年十年了 我父亲还在那叫做 庭亲如指引也好 清理阶级队伍也好 这是考察了 所以呢 还说不清楚呢 所以呢我给毛泽东写信呢 就包括解放 是打倒这个学统论 不要这个中国人不要说中国人这个学统论 谁建设中国建设者就是中国的主人 你包括外来的建设者 包括那些一些一些一些加入了中国的集团 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九千 这个这个这么一个土地的一个国家的主人 你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你拥护这个这个共产党的领导 或者那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就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这个是这个是可立 根本跟DNA没有关系嘛 跟那个学统论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时候文化大恶命才讲学统论呢 你看看现在蔡英文这个 就把那个蔡英文也好 民进党也好 陈思忠也好 就把这个中国人就当成是敌人 就是蛇蟹一样的心肠 你还怎么能够称他 称他是自己的一家人 你还怎么能称他不打中国人 这个所以这个概念 是一个过去小农经济的一个产物 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强调这个民族国家呀 这个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小农经济 农耕经济的思想概念 我们民族复兴 民族振兴 这个谈题都过分了 你就遭人家忌妒 你看 欧洲也好 跟任何你这个国家 这个这个 还能有从那个小农经济 封建社会那个解放出来 所以 我希望 习近平把这个思想进行调整一下 中华民族的振兴啊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振兴 是和全世界人民的 你这个后来改的呢 生命共同体 这个大家一起来建设这个美好的家园 不要提 只提中华民族的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两个不是一回事 国家你是代表的中华民 这个这个孙中山这个民族革命 这三民主义的民族革命 现在我给他修正一个 修正了 就叫做民和革命 叫民和主义 大家的一个大家庭 民族不是民族 人民 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 民心主义 他这个民生主义改成民生主义 我改成一个民心主义 民生呢 就是民心啊 就是用这个创新 这个现在这个解放生产力嘛 就是市场金融 叫创新 不断的创新 就工业 实现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以后呢 第一个信息化 然后呢 大家这个整个国家一体化 然后呢 有一个呢 这个修正 建立这么一种法治的一个社会 所以民族法治的社会 然后这个时候才有了第四部 民力 第三部叫三民主义 叫民力主义 民力主义 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这个人权大于 这个法权 这个是不对的 人权必须是 人权也好 法权也好 你这个 人民要站立起来 不是靠你这个 单独这个权力 你把这个权力看得过重 过于集中 必然会产生腐败 你为天地利心 多少工农出身的干部 最后走向腐败 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是因为他权力过于集中 他的权力得不到监督 不管是执政党也好 不管是党主义也好 这个权力一旦失去监督 失去制约的力量 失去自我的约束的力量 无限的膨大 就变成了专制 就变成了腐败 就变成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人民的意志的发展 因为只有你而没有人民的声音 这个就历史是人民创造 所以叫人民要立起来 人民站立起来了 这个国家也就不强了 这就是民和主义 民心主义 民立主义代替孙中山的民和主义 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 也代替林肯的这个民权民想民有 那个是不同的历史是在 不同的生产生产关系 不同的生产力代表了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社会的需要 社会需要 这个需要也是 社会需要也是五个层次的 不断发展的 在未来的一百年当中 我们就要走这个 完成一个是 打破国家那个农 就是农耕经济 或者乘邦制 打破乘邦制这种壁垒 实现国家的一体化 国家一体化以后的 国际大家庭的一个共和 走向共和 这个叫国联国 这么一个国 不是现在我们简单的联合国 现在联合国 很多地方都在闹分裂 我们到将来呢 就是要整合起来 把这个人民的 人类的利益整合起来 防止啊 其他一个 共同防止一些自然灾害啊 那个自然威胁啊 还有那个这个 外来物种的侵蝕 因为中国的那个 这个那个 COVID-19 新冠病毒就发现 人类啊 其实生存的 基因是很脆弱的 一旦有新的物种 一个侵入 就会是 像艾滋病啊 像人员繁殖 都会产生一些 奇异的变化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杂交啊 各种各样的物种 来侵入中国 外星人呢 都会使一个国家 使一个人类 遭到致命的一个 致命的一个伤害 所以呢 我们将来要一个 全世界都要有一个统一的 要有一个防止的办法 提出一个科学的方法 这是可能要第五次工业革命 机器人 因为 未来的机器人 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人脑更聪明 也会产生更大的副作用 也许到了一定程度 他们掌握了原子弹 或者是 这些智能人掌握了 这些致命的武器 使我们人类呢 最后得到毁灭 或者是 其他的外星人的物种啊 就来侵入了这个 这个人类 这个社会 也会造成人类的这个 生存条件的整个的破坏 包括像 那时候措手不及啊 就像新冠病毒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提出一个警告 我们今天呢 就要对人类 就必须对自己呢 有所了解 对自己的 自己人类生存的环境 恶劣恶化和进化 都要有所了解 这个就要造我们科学的发展观 好了 我以后要做的事情还多 今天我把它说出来 第一个是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今天 到了1月30号了 1月2月3号就是春节 春节一过就马上就到 一年之间 在一春就 两会就召开了 两会之前 如果 我这个报告还没有打上去 习近平还没有看到 两会这个 栗战书也好 代表也好 没有看到 那么就可能今年这一年就耽误了 这一年耽误了 一年之地耽误了 而就把习近平完成这个历史 完成这个法统台湾这个历史的责任给耽误了 所以人呢是需要帮助的 成就习近平就是成就我们大家 成就习近平解放台湾就是成就我 这一生的一个住院 所以呢 我有一个历史的责任 虽然我说了 我不要没有拿过一分钱 但是我是1974年到今天 不时写的建议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新美国形象 一直到给特朗普写的 军经济懒人才建奇功 以及提出来的民和主义 民心主义 民力主义 这些都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所以我相信 一个中国人 他能够在中国站起来 也能够在美国站起来 能够成就中国的国家主席 也能够成就美国的国家总统 和一国两制的民进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我相信一定能够使中美人民 在未来的基础上 或者在大海这个种精神的 未来的蓝图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实现美中人民共和国联国 谢谢大家 现在是美国 1月30号早晨6点钟 我在刚才做了一个直播 那么看看这个 我的直播的现场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